HELLO 欢迎来到这期的假美食POGE VLOG 今天我们来我们的录视频 我们的录视频 没事没事要干嘛呀 好没事 就是说这期我们要来弄五食问题 对然后一边吃早饭一边录五食问题 大家在微博上提问了很多东西吧 五食问题当时是粉丝 一千 对微博粉丝一千 然后微博粉丝的朋友可以提问一下 我来回答一下 然后是什么呀 然后小方 不是我买了 要奶油小花是肉蛋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 然后我们一边记录一下有弄了多少个问题 一边那个 大家稍等 找一下那个微博 你看现实话不然错有不了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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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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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是108个问题 我看一下评论 但是我现在随机来抽一些好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为什么叫浪了 这个第一个问题 大象装逼 什么鬼 这边起那个名字 没有其实浪了 我说很多别人叫我这样叫的 我当时不是有那个 我当时不是有贴吧吗 然后呢我贴吧叫水浪 因为我特别喜欢游泳 我喜欢海 然后我想起个 我想起个跟那个海有关的 然后从水有关的 然后我以为水浪是海浪的意思 然后然后我都 我本来想叫海浪的 然后我发现 我喜欢的 我的天哪 我没有海浪的 对 我发现没有水浪过的 什么没有水浪过的 这个就很尴尬了 然后呢 哇好酷啊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贴吧呢 那他们都叫我浪浪了 这都膨胀了 所以我打发的时候 为什么 有点过气了吗 没有 我买这个也是零七十瓶 可是普通买的话太贵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叫水浪 其实就是我中文水平 所以我们开始下导致这个浪浪这个名称了 你能不能帮我拿下 你叫海浪你也就 你也帮我拿下那个狮子 多拿点好吗 加根 如果你叫海浪的话 你也是叫浪浪 爸爸分享提问 关于爸爸的问题怎么办 可以啊 爸爸和妈妈是如何相遇到恋爱的呀 我也不知道 好像他们大学认识了 在一个大学 好了我不知道了 爸爸 我想问桃子是不是韩子妞子 对 妞子其实是我的小名 全家人 很多中国朋友就叫我妞子 第三个问题了 答案是那个没有十斤 在纸啊 开业纸啊 我这边有开业纸 不是说吃鸡口味 怎么做到想吃就吃 想减肥就减肥 身材保持那么好 大家没看到我从德国回来 胖了那么多了吗 所以我吃的胖了 你们知道吗 我就是一切吃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 然后那一段时间吃好多好多 然后胖好多 然后我回国的时候我就运动呗 就没了 是因为什么机遇来到德国并定职的呢 四个问题了 因为我爸和我妈 我姥姥 最开始是姥姥 姥姥 姥姥 姥姥是去德国 就是中国去德国 有大学生转 那个第一批丸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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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喜欢上德国 然后 后来 爸妈也去了德国 然后我就现在我们 定居在德国了之类的 什么定居在德国 我们在中国生活吗 德国极了之类的 嗯 就我爸妈在德国读的大学 留学生 哇这怎么这么硬啊 好吧我放冰箱里头 这个好好甜啊 我把冰箱弄到两度 所以基本上 好了就问一下 UP有什么情感经历吗 没有 或许UP你喜欢小姐姐吗 谁不喜欢小姐姐啊 谁不喜欢漂亮又可爱的小姐姐啊 但是 我是直的 我是直的 我是vibe one的直女 六个问题了 这叫奶冻蛋糕 过期了 哎呀 以后在德国上大学吗 为啥不在中国读大学呢 大学后也在在德国吗 嗯 中国 中国不行 嗯 你先上了德国学校吗 然后 我中国不行 只要是上不了中国大学 然后我也不参加中国高考 我也考不过 还有中文太差 数学太差 然后就去德国 我上了 而且德国大学便宜 大学后也在在德国吧 这个不一定 目前为止我想在大学 读 嗯 我也喜欢东西 目前为止我想在德国读大学 然后 说实话我 不可以选中国 到现在为止 然后 我觉得挺小回来的 到时候再说吧 想知道up几岁 00年了 大过去哦 好多问题啊 想问弟弟一出生就这么圆了吗 来说出你的故事 我小时候出生 出生是早产的 而生的是皮包骨 结果 因为爸爸心疼 然后爸爸就把我妈妈 天天喂妈妈鸡汤 把妈妈灌胖了 然后我 然后我喝那个奶 然后把我也给灌胖了 然后天天喂 现在还喂呢 最后把胃穿到了以后 看来自己吃 自己又吃胖了 然后还有 还有从小就喝苹果汁 各种东西 可以说是从小胖到大 除了厨身 对不对 那不能怪爸爸 如果我日子有那个 信心减肥的话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肥啊 上面有点串味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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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种日本动漫嘛 然后 我是看数码宝贝长大的 还有那个 数码宝贝网雄王子 我当时为了 网雄王子我真的是 完全沉迷无可知吧 天天看 就戴着龙马的那个帽子 然后拿着球拍 天天一边看一边挥 严重就如 然后天天觉得自己 是被选中的孩子之一 这都是为什么 我有中二变 这个之后呢 我又看了看了看 有那些别的呀 猫眼三姐妹呀 我看了很多国产动漫 当然也看了很多 但而且 我也还看了什么 人家说是守护天心开始的 守护天心 最终破手 选什么专业以后读大学 我现在都为止想学 华美设计还叫什么的 communication design 不知道叫什么 视觉传达设计 目前为止的计划 up 德国哪里好玩吗 不知道啊 你看每个城市 德国的水好玩 是我的水 那我可知道 我知道你刚才拿水是哪 我会说猫肥子 up衣服是如何穿的这么酷 说实话 我可能 我说话 我其实比较抠门 我不太喜欢买东西 我喜欢买东西 但是我不太买衣服 大部分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因为我不买衣服 或者我妈给我买了 然后 以后一个衣服 能穿好几年这样的 但是最多的衣服 都是捡我弟的 我弟穿完不穿了 不 应该说我弟穿不下的衣服 都给我穿 随什么 那只猫的衣服啊 然后什么都是我弟的 那些mm豆的衣服 很多也是我弟的 我想很厚的 都是他以前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淘宝上卖的 现在我是就固定穿这个size了 跟我爸肤穿 对 妈妈在德国工作吗 不知道 以前在德国工作 现在 好了 讲讲接触的德国人 或者德国的印象吗 比如真的很严谨吗 真的没有骗子吗 对待华人什么看法 你说 德国 德国人啊 嗯 每个德国人都不一样嘛 就像每个国家 有不同一样的人 但是来说 大部分来说 这种刻板印象 其实对的 就是他真的 德国人真的很严谨 然后 不喜欢来迟 说话 还是比较守信用的 但是当然 德国就像每个国家 也有很多骗子了 当然有骗子了 我们还不骗过几次 喜欢坑人 对 然后 对待 还有一个问题吧 然后对待华人的那个 对 嗯 说德国人 他们也是比较 自己的团体 你知道吗 不像美国那么开放 德国人 大朋友跟德国人在一起玩 我觉得德国人 德国人这样 然后 就华人的看法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 他们就华人呗 我喜欢中国什么的 中国人很友好 很热情 他说德国人 就是华人的 对啊 对啊 就是有些人 他们来过中国的人呢 就比如我们学校的人 大部分都觉得 哇中国人好热情啊 中国人好好啊 对我们超级好 就是很好的一群人 然后呢在德国呢 他们就没有来过中国了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说什么 中国人 我感觉垃圾啊 很吵啊 很吵啊 UP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动漫人物啊 我特别喜欢 对宾 就是那个女普 是什么会长大人 那个里头 那个男主持人 我超级喜欢 这真是理想性 然后呢 我还喜欢太宰 然后 我喜欢罗 还喜欢罗 然后我还喜欢 零零百分白里头诗讲 还有哇 战胜教师里头 reborn 都是大树 李宝恩 是有点 好像 没有不是大树 这是我听起来的 然后呢 除了下宰都是大树吧 就比较有风趣的 然后说话 就特别帅的 你们知道吗 哇 哈哈哈 是不是除了太宰全是大树啊 我现在老公是小兰和小绿里头的 小绿 啊不对 小绿 对 我想玩我的switch了 还有空气的 两只猫带回去多久了 为什么这样起名 这个你来说吧 就是我们家猫这个 这个 这个 Yuki是 去年12月份带回来的吧 不是 今年1月份的吧 然后 Aki是4月份 多 然后抱回来我们家了 但 但 那个 Aki和Yuki 别看 Aki比Yuki 那个个头大 我刚刚说 喜欢小兰和小绿来的 我喜欢 我喜欢的谁 小绿 小绿是我现在的老公 成本 说吧 然后那个Yuki Yuki还比Aki大一个月 然后 Yuki是10月份 Aki是11月份 你说为什么这样起名了吗 Yuki意思是日语的雪 就是冰的那个雪 雪的孩子好像 然后 它其实叫Yuki Ko 全名是Yuki Ko 对 因为它那个特别像雪豹 然后 日本以前有个公主 他叫Yuki Ko 公主 对 然后Aki就是某王子 对 Aki是日本的一个王子 他叫Aki Ko Aki是 Aki Shino 不是Aki Ko 哦对 Aki Shino 对对对 自己儿子名字都不知道 这样就叫Aki和Yuki 父母知不支持你谈恋爱目前 支持啊 但是我不想 因为我有老公了 他煮什么熏作呀 双鱼 我是金牛的 嗯哼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算了我就不数了 我就直接把所有都回答一下吧 不然有些人不公平吧 我想问阿普德语怎么学得这么好呢 我小时候在德国嘛 那时候也不太会说德语 以后 多听一个老外说话 都说 就自然就会说了 小孩学得快 我是中国 让我上学校吧 对 而且还有那个家庭教师 为何形象如此放淡不及 还不知道怎么读 你们说呢 我小时候俱野 不知道 因为我爸当时小时候管得太凶了 不能好吧 不能怪我爸 我性格就这样 我小时候简直就是 很多人都说我是小时候 他们见过最皮的孩子 最野的孩子 最佳熊孩子 而且是那种带坏很多家小孩 小时候 比如说我 爸爸说我比我姐安静 他不穿裙子吗 我不太穿 穿过一次 穿过那么几次 我说死 打死我也不穿裙子的人 都为了cost 对cost为了cost JK我穿几次 对 不穿了 太胖了 然后 有舅啊 他说只要我穿裙子 穿多几次裙子 他送我一些东西 又比较土豪 你看我又为JK穿了一些 他就答应我送东西 小姐姐有胖过吗 我现在就是胖的时期 问 你划滑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视频 好懒啊 那滑嘞 划得不好 injo cake 啊 喜欢听谁的歌 太多了 Toby的 嗯 我喜欢纯音乐 纯音乐我喜欢各种钢琴曲 我最选钢琴了 然后 HG 那个怀旧童年的什么那些歌 什么猴哥呀什么的 还有那些 嗯 这些ACG吧 王朝王国 啊 春宝宝源歌 好像现在有中外的歌集啊 然后 中文歌 没错吧 中国歌 林俊杰 我刚回国的时候 就听起来 林俊杰 因为当时有个家教 英国家教他喜欢 我也喜欢当时 小学的时候 还有学之前 那英文歌啊 我也很喜欢 欧美的 Acheron Chain Smoker Coach Play 也很喜欢 弟弟平时有啥 兴趣爱好 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最大爱好爱好是玩iPad 和吃东西 吃肉 还有那个 还有个猫啊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比如说跟猫玩尺子啊之类的 玩游戏他就 我还是看youtube 看油管 这绿豆冰高好难 我想问大姑 大姑肥呢 京腔是北京 京腔是北京人吗 上海大姑是北京人 我爸妈都是北京人 但大姑最北京 对 弟弟和你谁的德语好 我的德语好吧 但他英语比我好 很多 很多 想问up性取向 说过了吧 直 直女 我那个如果youtube 我看德国视频的话 我就会那个 德语好很多 我觉得德 德国有点low 德国视频特别low 是有点low 特别难吃 哇太难吃了吧 哇你妈呀 OK有点打击倒了 然后呢 因为这个视频本来是30多分钟的 那是超过了4G 所以我上传这个30多分钟 然后这个画质比较高的B站不让传4G以上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视频分成两段 这个就是第一段嘛 然后我会上传第二段 然后希望大家 就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